7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建设美丽新疆共援祖国梦想发布会 会上,针对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话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分别作出回应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新疆的教培中心工作 对此,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 教培中心受压了许多维吾尔族人,受到这个虐待等此类的问题啊 都是个别国家和媒体啊,是别于用心的 这个一些把颠倒是非,污蔑抹黑 纯属是不属实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教育培训中心是开放的 从去年截至到目前呢 已经这个,有这个,全球各地啊 来的有几十批上千人的新闻媒体的朋友 各国诗节,专家学者,宗教人士等 纷纷来到新疆 这个看了我们的职业教育培训这个中心 看了以后 这个都 这个 这个积极的 就是理解支持新疆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也有的认为这是可以学习接见的 据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 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充分保障学员的人生自由 在学习期间 教培中心的学员不受任何侵犯 也不会受到人格侮辱和虐待 有时可以请假定期回家 要充分这个保障的学员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充分保障 尊重最少数民族的这个生活习惯 确保这个 这个 清正餐营 这个还充分保障保护学员们 这个宗教信仰自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介绍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要实现三方面教育和一个目的 第一 帮助人们学习法律 第二 帮助不懂普通话的少数民族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并于融入社会 第三 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宗教 并在法律保护之下进行正常宗教活动 最后达到去极端化的目的 这个人呢 是有进有出 现在我们经过这一两年努力以后呢 教育培训的人 基本上绝大多数 都到了回到回归社会以后 都可以说 90%以上的 可能都找到了 自己觉得合适的喜欢的工作 而且有了可观的收入 而且这些人 现在成为社会的一些积极因素 他带动其他的老百姓 创业就业 致富奔小康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雪克莱提扎克尔表示 现在新疆社会环境和百姓 都集中精力在脱贫致富奔小康 也欢迎媒体各国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 随时到新疆去看看 去了解新疆的真实变化 据介绍 新疆的经济总量 从1952年的7.91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1.2万亿元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增长了200倍 年均增长8.3% 人均生产总值 从1952年的166元 增长到2018年的4.9万元 增长了37.7倍 年均增长5.7% 包新疆 地帮小 mixture 还有一jud 增长5.7%